本凤的家江河外里形式之筒 继续南渡江流域的旅程 光村尹堂和渔民们一起哇沙虫 我终于上红了 西宁渔港聆听渔歌《丽丽媒》 中河古城寻觅东坡一风 范州松涛水库 感受南渡江上游 美丽景色 我们水库就靠这些植物的根系 才能把这个水素保持得比较好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52集 江海之间正在播出 走过千年风烟不见一幕苍苍 见真盼顾开天日月如花绽放 多少次轮回难舍大地情深 几万里坎坷须迹向前力量 我看见长江夹着高山奔放 千万条云核挂在天上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祈祷 今天又看醉险祖烟花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霞 有谁的地方是家的方向 不要问我到过多少地方 沿着河走就是走在故乡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霞 遥远的相处留在桃生落花 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一朵浪花都是梦想飞扬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尸祖组 继续南渡江流域的旅程 离开上一站牧唐镇 尸祖组沿着北门江北部的海岸线 一路向东 来到位于后水湾的光村镇 光村有一条总长约30公里的海滩 这片海滩因颜色泛白 被人们称为光村银滩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多钟 我们来到了丹州北部的一片海域 这里叫做光村银滩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看海的 是来寻找一些像我们一样 骑得很早的朋友 他们叫沙虫 今天我们要去寻找一下他们 如果去得晚了 他们可能就不在这了 走吧 对于沙虫我们并不陌生 走在边疆行 广西东兴的节目里 我们就见到过它 这里与东兴同属于北部汪延海 只是位置更靠南方 光村出产的沙虫 个头更大 肉质也肥厚 这片广阔的滩土上 生活着各种海洋生物 引得各种水鸟前来觅食 往海边走了没多远 我们就找到了正在挖沙虫的渔民 它们现在就是在挖沙虫了对吧 它们在挖沙 你看在这边 为什么挖出来这边都是黑泥呀 这是黑泥的地方 它的营养更加丰富 挖出来了 这个太小了不要了 太小不要了 太小了 我可以直接用手抓对吧 可以可以 它表面是用 表面是光滑的 光滑 对 它有点这个浅 红色 但是它比较小 还不能够拿到吃 还可以继续长 沙虫又称海长 学名芳葛星虫 当地人把沙虫称为海蚯蚓 在沙里 它就像蚯蚓一样灵活 渔民们一旦发现 有沙虫活动的迹象 就要立即挖开沙土 此时渔民们的梯楼里 已经装了不少沙虫 现在看到大的了 刚才那只特别小 你看现在这 这个就可以 拿到这个半边 你现在抓的 算是它的头吗 还是尾巴 上面的头 下面的尾巴 哇 这一只它就有力了 就是我一抓它 它会感觉到它动 你看它在使劲地 挣脱的感觉 沙虫生长在 富含营养的黑色泥沙中 光滑海域常年起闻 在26摄氏度左右 这里海浪角 海水干净 沙滩平潭 沙质细腻 非常适宜沙虫生长 沙虫平时深藏地下 为了挖倒它 渔民们另就里双 敏锐的眼睛 我们看这个沙 它有一个高高的 这个灯是高高的 还有眼睛 看起来眼睛很多 那照刚才这个眼睛挖一下 是不是就能挖 你挖 流水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很多 对这个洞也是 还是没有挖到啊 没有到啊 出来了出来了 这样就出来了 又收获一条 挖沙虫需要练就一套连贯的动作 一缠缠下去 既要速度快 又要力度轻 不能将沙虫挖断 有时 即使是挖到了 稍不留神 沙虫也会立刻钻毁沙土里 挖沙虫是光村渔民 常年练就的技术货 记者单凭自己的努力 是很难挖到沙虫的 怎么玩啊 我挖你挖 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 慢慢来 你怎么到了 我终于成功了 会不会已经被我拉死了 死不了 死不了是吧 生命力很顽强 还没有死 学了一上午 终于学会了怎么挖沙虫 现在市场上 新沙虫的价格 一斤要四十多元 渔民们劳作一上午 一般能收获四五斤 挖沙虫要选在退潮的时候 一旦涨潮 寒水淹没滩涂 就无法找到沙虫了 离开海滩 我们和苏师傅 一起回到光村 这是一座临海的传统渔村 男人们在外出海 女人们就从事海边劳动 你看他们的手 一进去像变魔术一样 一个红色的这个 沙虫进去就变成一颗 出来像这样的 透明的白色的膜 对吧 你看 这是怎么 穿进去就可以掏空它吗 它里边这个沙也是一条的 只要你把它捅出去就可以 是拿这个竹签 看着两位村民 娴熟的手房 记者也想亲自体验一下 你看出来了出来了 然后再从这边看 我现在摸到它肚子里 那个虾密密麻麻的感觉 真的 这个就不能吃了 对摸到这种 密密麻麻虾的感觉很难受 不过你看我清理的 这个和这个差别很大 这个就很通透很干净 这个可能是我在就是 清理它的时候 它很紧张在收缩 你看它就很小 然后它很紧 这个很肉 所以说这个就不好吃了 对吧 三沙虫手法是关键 清理一只沙虫 只要两三秒钟 一般来说 三斤沙虫筋骨处理 只有一斤成品 处理好的沙虫 可以直接使用 或者晒至沙虫干 渔民们将沙虫卖给 上门收购的商贩 购买一斤处理好的 新鲜沙虫 得花上百元 沙虫干的价格 就更加昂贵 清理好了沙虫 苏师傅带我们来到 镇上的餐馆 这里可以为我们 加工新鲜沙虫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 刚抓的新鲜的沙虫 这已经清理好了 听说您这儿是 做得特别好 是 这个交给您能不能 对对对 拜托您帮我们 加工一下 这就在这里吗 对于新鲜的沙虫 当地人不会浪费 这样的食材 清炒 白灼 或是烧汤 是最常见的做法 目的都是保证 沙虫的原汁原味 白灼的做法很简单 把沙虫与香芹 放进滚开的水里 翻动几下 只需一分钟就可以了 即使是清炒 也只需要加入油和盐 尽可能减少调料 对沙虫味道的影响 它这个是炒的沙虫 而且口感很像我们 平时涮火锅的 毛肚和黄猴那种 综合起来的感觉 很脆 我们吃的感觉很脆 然后这个沙虫 还有点甜的味道 这个甜应该怎么理解 它可能和我们 吃的这种糖的这种甜 理解不太一样应该 这个甜呢 它就讲的是比较新鲜 我们平常经常说到 鲜这个字 但是鲜我们可以用 通过很多加工的方法 比如说加味精 加其他一些佐料 让它变得更鲜 但是这个甜 可能就回归到 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了 它可能就真正 像这样开水 煮出来的一盘 这个沙虫 就能尝到 沙虫这个本身 它肉质的感觉 它是会有 一个甜味 甜味指的就是 最初的食材的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沿海地区天气 沙虫除湿 清肺补虚的药效 正好符合了食补的作用 再加上当地人 用沙虫制作的菜肴 口味清淡 比较容易被 各地的人们所接受 而且在北门江一带 还有这种讲究 每逢宴会 只要有一排沙虫上桌 其规格与档次 就会大大提升 品尝了美味的沙虫 是这组来到与光村 同处厚水湾的新营镇 这里位于林高间境内 临近港湾的昆舍村 是这一带有名的渔港 林高地区渔业发达 当地村民多以打鱼为生 如果是在过去 你来到这样的渔村 会经常听到鱼扫门 叫卖自家鱼虾的哩哩声 而现在这种哩哩声 已经演变成了 悦耳动听的林高鱼歌 哩哩美 海边的天气变化快 我们刚下车 就下了起雨来 原先还在家门口 不忘的人们都跑进屋里躲雨 村子里忽然就下起了大雨 你看我现在已经是一片泽国了 但是我忽然听到这边有歌声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看现在里面的景象 一群人 看着电视看电视 但是还唱着琳琳美 你听 现在里面的歌声 琳琳美也叫琳琳美 最早起源于新明镇一代 雨嫂们的叫卖声 就是鱼歌最初的旋律 后来他们以这种旋律为基础 改编成各种曲调 时间长了 就演变为优美动听鱼歌 哇 唱完了是吗 虽然外面下了大雨 但里面唱得快 而且每个人唱得太开心 感觉像是在进行一项娱乐活动 我刚才听到了里面有 琳琳美的三十字 是吗 这个就是琳琳美 这个就是琳琳美 为什么 现在里面下的雨 为什么会在家里唱歌呢 屋里的几位都是渔民 唱《莉莉美》 是他们平日工作和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休闲方式 屋外的阵雨渐渐停歇 几位雨嫂还要继续不忘 都收拾好了 今天是 刚才几位大姐说 现在雨过天几位 你看现在的天 虽然还飘着一点雨星 但是已经基本干了 现在出来他们要补网了 昆舍村家家都以捕鱼为生 平时妻子在家打理家务 丈夫则出海捕鱼 每次出海回来 都会带回一批受损的鱼网 鱼家女平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捕鱼网 鱼网面积很大 一个人无法完成 姐妹邻居们就聚在一起 共同补网 那平时在捕鱼的时候会唱的一定美啊 对啊 也会唱啊 例如说大家一起捕啊 开心的话就大家来唱 好像聊聊天啊 就这样就这样起来哦 对 这也算是一种业余生活 而且你看一下 大姐捕网的这个环境 那边就是我们刚才唱歌的屋子了 后面是一片海 那边还有渔船 在这里还有海风吹来 就在这个环境下唱鱼鱼美是吗 莉莉美的歌词多是反映渔民的生活 这里的人们喜欢用唱歌交流感情 与设置组之前听过的单周吊声类似 莉莉美也是与家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 莉莉美朗朗上口 记者也跟着学唱了几句 作中算梦里 莉莉莉美 是这么唱对吧 我想学一下莉莉莉美那个副歌这一部分 好吗 除了美妙的旋律 莉莉美还可以配上舞蹈 道具就是鱼嫂们平时戴的斗笠 舞蹈动作也由劳动演变而来 莉莉美与歌的起源可追溯到宋朝 自秦城到现在已传唱了近千年 鱼嫂们的舞蹈还未结束 鱼缸里一艘归航的渔船放进了鞭炮 平时他们回来你就这么欢迎是吗 他们为什么要放鞭炮啊 这个鱼满舱了之后 这个渔船就会放鞭炮来庆祝 不呀 很陷嘛 现在我是不是像一个出海打鱼的学生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打鱼吧 中河虎城寻觅东坡颖峰 一幅东坡立即途 寄托了老人怎样的情怀 远凤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五十二集 江海之间正在播出 离开琼北海岸 远凤的家江河万里行设置组 继续在北门江畔的旅程 丹州历史悠久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设立丹尔郡 到唐朝时才改名为丹州 当时的州府就位于现在 北门江畔的中河镇 一路沿着北门江 我们来到了中河镇 这里有一座东坡书院 垂幕之年的苏东坡 最后一次被贬来丹州 居住在这里 当时的丹州 甚至整个海南地区 在很多人看来是 穷困潦倒的蛮荒之地 而丹州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也从千年之前 苏东坡的来到慢慢开始了 苏东坡本名苏市 好东坡居市 宋代文学家 一生中多次被贬官 最后一次 是在公元109庆年 被贬到丹州 距今已有900多年 东坡书院位于中河镇东郊 这里曾是苏东坡 折居和讲学的场所 在这儿等我们呢 我刚才看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亭子 是在酒亭是吗 就叫在酒亭 这里是东坡 他们的学生 他们这里喝茶 看火花 看雨的地方 当时就有周围这两个词 有啊有啊 是吧 为什么叫在酒亭 在酒是在酒贩字 叫在酒贩字 两小座里面 有些小小诗啊 就是在酒贩字的典故 向我们介绍 东坡书院的汤老师 曾是书院的负责人 现已退休 他所说的在酒问字 指的是 一个人有学问 就常有人登门求教 当时的海南岛 被人们看作蛮荒之地 文化教育十分落后 年于六旬的苏东坡 来到丹州 就开始了传播文教 培养人才的工作 这里边就是在酒堂啊 当年东坡在这里讲学的地方 当时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本地那个李子余的家 这个地方是 李子余他们四个兄弟住的地方 后来出东坡来以后 他们这里关系好了 这朋友的介绍下李子余他们这个本 这个地方上去跟我讲学 他为什么会就是和李子余认识 李子余认识当时丹州 也是读的文化的人 是这样的 当时的文人 是他请苏东坡来讲学的 在酒堂 是东坡书院的前身 很多海南学子远到未来 就是为了能够听苏东坡讲学名道 当时在丹州居住的人 大多来自福建 广东 广西等地 他们依然保持着尊师 宗教的传统 对苏东坡十分敬重 苏东坡在丹州的三年里 培养出很多人才 公元1109年 一位曾向苏东坡求学的海南学子 辅京成会士 最终考中进士 这就是海南第一位进士 福雀 而苏东坡早在1101年就已经离世 没有看到学生获得成功的那一天 这个曾经培养出 众多学子的地方 就成了后人缅怀苏东坡的场所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苏这个像 我们的根基 东坡房地之中 你说胡中夏宇那个斗里 后来我们丹州人 都讲 苏东坡有大的文学家 我带上我们的帽子 像木鸡 就这样 特别尊重 特别尊重他 东坡立即的故事广为流传 苏东坡的形象 也被历代画家们多次庙绘 且经常与斗笠木鸡相伴 几乎所有与苏东坡有关的纪念场所 都能看到各种版本的东坡立即图 在东坡书院里也有一幅 送连体的词 这个是凤凤画的画 那其实我觉得苏东坡来到丹州之后 他第一是老了 第二是他的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可能在这个创作上 生活上都有很大的改变 对 已经更加贴近群众融入这个生活 东坡立即图版本多样 最早出自何是何处也无定论 但是苏东坡亲切和蔼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东坡书院 原先的这块石刻 由于年代久远 已经损患 这方石刻是汤老师 根据馆藏的踏片资料复原的 汤老师擅长书画和雕刻 这些年研究东坡文化 家里也留下了很多作品 我们跟随他前往中和镇 沿途还有一处与苏东坡有关的历史遗迹 这就是这个东坡景 东坡景 那都是后来修的 这个就是 后北这个板 这个就是有来的 这个是老鼠 你看 我看这个水位还挺高的 你看 什么时候之间就说 就是他这个水位高 一直都这么高 对对对 他是也是通过当时 算是比较科学的这个观测 想找到了这个地方 离家也离家也近 他懂这个地理 地理 在水位 所以就全自看到 就大了 大了解放 那也可以理解是 他把中原的一些 打井的经历 也带过来了 苏东坡之所以打井 是因为他发现 本地人习惯从河塘里 打水应用 这样并不卫生 他带领学子们 早紧开拳 并带头引用 干净的井水 无论是学习 还是生活 苏东坡 都用自己的行动 一点一滴的 影响着当地人 中和镇 是古代单肉的中心 古城里的老建筑 在七年的岁月里 渐渐消失 但是我们依然 可以通过老街边 一栋栋民居 学密到苏东坡 给这里带来的 文教之风 在汤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他的家 这是一栋二层小楼 退休后 汤老师大多数时间 都在这里引起书画 这就是您的工作室 对 其实并不大 你看进来 但是摆的全都是书画 那边是书是吧 对对对 这是书法作品 对书法作品 您还写书法 平时 非常写书法 这是哪一首词 这半生半醉问朱尼 跟苏东坡 在汤老师做的 七节两首词 半生半醉问朱尼 昨日恒笑 不不迷 但今流石密归路 家在流浪西复西 这首诗 座于公元1099年 苏东坡已在汤老师居住两年 诗中的他醉酒迷路 突然灵机一动 沿着牛粪 不就可以回到位于 浏览西门的家吗 这位浙居荒芒海岛上的大文豪 竟然沿着牛粪 寻找自己的家 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 这一幅就是咱们早上在 对 书院 这个叫波仙利基图 它有很多名字 有东坡利基图 有波仙利基图 这波比利基图 我看这个上面都 这些墨都很均匀 这是踏来的对吧 踏来的 是您自己踏吗 对 你看也会踏印是吧 除了说话 做踏片 汤老师也很拿手 这幅木刻 就是他根据资料复制的 汤老师已经77岁 之前他做了27年的中学老师 由于喜欢书画雕刻 后来到东坡书院工作 专门从事和苏东坡有关的书画研究 现在他已退休在家 依然每天牵持写字画画 做踏片需要细心和耐心 经过半小时 一幅作品终于完成了 已经基本的样子都已经出现了 整个组织就出来了 这个 能把它拿出来吗 拿出来就行了 它还很粘 你看 你看它这个背后 它这个背后是 像这种凹凸出来的 是不是 像雕刻的浮雕一样 对 你看 它这个字已经全都 陷到这个标课的这个板子上了 这个板子是谁给您课的 这是我天之课的 也是你 我天之课的 简直太厉害了 我已经被老师的这个记忆给征服了 这个也有我的帮助 这个 你看 你看 你看这边有光 透过光可以看到 这几个墨迹比较重的地方 应该就是我刚才捣乱的时候 给它弄上的 不过这样看还是 挂起来 还是很成功的 你看 看不到了 好 你装表起来 看不到了 对 做踏片和雕刻都是汤老师自学的 他的作品都是根据苏东坡的诗词创作而成 这幅画是汤老师的新作 一位老者立于青史之上 面对道路的交汇处 这幅图景也出自苏东坡的一首诗 算是这一幅的创作就算完成了对吗 对对对 西边古路三岔口 独立斜阳数过人 对对 西边在这里 古路三岔口 三岔口 独立斜阳数过人 全都出来了 这是您自己的创作 对对对 其实老师在做这个过程中 我也看了一下旁边这一幅画 你看 唤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这一幅显然就是 苏东坡到丹州之后的创作 你看因为它周围的植物都是一些热带植物 老师把这样的意向全都集结在一幅画中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老师对于苏东坡的一种热爱 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相信这里是这样的 虽然苏东坡来到丹州的时间并不长 仅仅三年的时间 三年 但是他离开之后这种感情 当地人民对他的感情 是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的传承 传承到了今天 时至今日仍然有老师这样的艺术家 包括当地群众 对他如此的热爱 把这些东西都展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走向南渡江上游 范州松涛水库 这个水库里面 人家的所有水都是南渡江来的 对了 进入水库生态核心区 体验湖中岛上美景 我们水库就靠这些植物的根系 才能把这个水水保持比较好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第52集 江海之间正在播出 离开中和镇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事的组 沿北门江溯源而上 丹州地势南高北低 境内的河流多源自 位于丹州南部的松涛水库 南渡江从白沙离祖自治县发源 流经丹州市南部 这座水库就位于两地之间 车行之苦区 已经可以看到松涛水库的一角 水库极难度降一见 随着水位的抬升 这一带成品的山丘 也变成了一座座小岛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松涛水库 你看我身旁这一幅景象 一片宁静的湖面 偶尔点缀着几个零星的小岛 如果不告诉你它是一个水库 你会觉得这是一幅 纯天然的湖光山色的景象 在地图上看 整个松涛水库连接了很多河流 贯穿了海南的七个县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松涛水库 设置组来到位于水库北岸的南风码头 这里也是进入苦区的一个入口 我们与工作在松涛苦区的五角滑见面 这一次将由他向我们介绍松涛水库 松涛水库的主要功能是灌溉 防洪和发电 为了保护水库的生态环境 水库生态站的工作人员 要常年在库区内巡护 算是这个水库里面很多的水都 应该是所有水都是南渡江来的 对啊 它是南渡江的上游 经过节流后 形成一个水库 那以前是河道 以前是河道 后来把它节入了稍微 然后就变成水库了 它是从哪边 那边还是这边 在那边白沙线方向 我把南渡江经过改道了 现在是行成一个大坝 大坝的下游就是南渡江了 那大坝在哪个方位 大坝在我们那个方位 就是那边有一座大坝 它在这里 把那个白沙那边南渡江来的水 蓄在这里 然后通过大坝放水出去 就是南渡江下游了 对对 松涛水库的水域面积 有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 我们这一次所走的线路 要穿越水库的南风阳 深入库区核心 最后到达位于翻架阳的松涛大坝 这个船是在干什么 是我们生态人员在监测水质 你看他放那个瓶子 是不是 对对对 他是在取水 监测水质是吧 取水样 我们是要登船 看一下他们这个工作 对不 可以吧 松涛水库位于海南岛西北地区 中心地带 与黎姆山英格岭等多个自然保护区相邻 作为水源地 需要长期监测以保证水质 经过允许我们登上了这艘水证船 工作人员正在船头取水样 那他现在他们把这个打来的水这么放出来 是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它怎么样吗 这个是右眼可以看到这个那个厚明度 包括一些里面上的漂浮物啊 这些都可以翻对出来 这个简单的 这个算是咱们取消水来的第一步 先把这个水放出来看一看 看到它外观 监测员要在同一水域进行三次采样 分别取到表层水 中层水和底层水 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水样 取好水样装平保存 以便带回实验室化验分析 除了采样 在同一水域还要进行含氧量测量 能软点 要靠近的 放到水下 我放到水下要一定时间 这里显示稳定以后 就可以记录那个用这样的 你看它一直在转这个 是有要求必须这样转 是吧 放的话应该虎库比较稳定嘛 要放的是就是比较均匀一点 能看头 接冲面 接冲面不一样 这个指标已经出来了 已经稳定了 7.34是吧 已经稳定了 水温是29.5 它能测出很多指标是吧 这个基本上在介于一类和二类之间 二类指标是多少 二类指标是六 六以上 那现在七点就已经不算不错的二类了 是吧 不错了 那一类就可能是 二类偏上 一类还接近 那就很接近一类的水质 很接近的 水质监测是一项重要工作 现在库区内的水质都在二类以上 一次采样要走遍整座库区 共有十多个采样点 每月都要进行一次 采样结束 工作人员还要赶往下一个采样点 我们与他们告别 前往水库核心区 沿岸都是茂密的树林 修建水库改变了这一带的地貌 经过数十年 水库周边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生态系统 为了保护库区环境 人们设立的生态保护工作站 有专人助手 工作站就在一个名叫双金口的港叉里 学士库区的工作人员 可以在这里就餐和午休 大家是刚刚工作完 坐在那儿休息了是吧 现在我要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长期坚守在我们这个岛上面的 那两位她是两姑婆 就是住家在这里了是吗 两夫妻 刘世荣与王宇江夫妇 是水库附近的居民 为了减少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污染 附近的一些村庄外迁 由于对这一带地形熟悉 夫妇俩留下来担任巡护员 他们就住在保护站里 每天除了看护库区 还要为巡护员们准备午饭 我看这么一锅鱼啊 是一条吗 还是几条鱼 一条在这里 一条就这么一大锅 一条就一大锅 那就是算是很大一条鱼了 对啊 我们巡护的鱼是很大的 我们水库只能够抓大鱼 不容易抓小鱼的 抓小鱼就违规了 所以就我们这么一条鱼 都平均都是在15斤以上 才能够给抓 15斤以上 对 就是我们不能够抓小鱼 就为了保护这个水质 保护水质 小鱼 特别是那种 那个杂鱼 对水库的水质是非常保护 水质的保护是非常有好处的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但是刘世荣夫妇 却并不能享受这样的条件 保护区内限制不渝 也不能开垢土地 日常用品和食品 都要定期从保护区外买进来 保护栈周边环境用美 由于水热条件好 各种植物生长茂盛 像这样的花是野生的吗 应该不是种在里面的吧 不是种的 它的纸 它是纸一跳 好像它这个 它老了 它一爆裂起来 太阳一晒它爆了 它一跳 它好像是在下面的 有可能风吹进去 它一爆了 太阳一晒它 它一爆 它一跳过来 跳进去 它就会长出来 还是说咱们那边水土 到处都可以长出植物来 刘世荣在这里 已经工作了十多年 这些年里 人们开始注意保护植被 库区内禁止砍伐树木 保护栈后的森林 非常茂密 走进森林 立刻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这块就已经可以说 没有太直接直射进来的阳光了 你看那边还很亮 一走进这边的 往后就很暗了 就更加茂密了 是吧 走进森林 明天感到空气潮湿 满眼的绿色 伴随着鸟叫与虫营 如同走进了原始丛林 这里植被种类丰富 高大的桥木 与低矮的灌木 高低错落 特别是水边的一些大树 起到了保护水土的作用 你看这个地方坡的这么多 如果是没有这个树的 这个强大的根性 来固定这个图 这个早已经崩塌了 真的这个根系特别发达 你看它底下有一块这个岩石 它这个根整个就把这一块固定住了 对 我们水库就靠这些周围繁木的植物森林的根系 才能把这个水手保持 这个保持得比较好 餐厅的大树保护住了低岸 鱼群就在树荫下畅游 植被是保护水库生态环境的关键 近十多年来 人们环保意识增强 再加上严格管理 水库周边的植被 才恢复到现在的样子 告别了刘世荣夫妇 我们继续前往松涛大坝 这条水库的巡护路线全长二十多公里 大致沿南渡江河道先进 经过了近一天的航行 我们终于靠近了本次航行的终点 这边就是大坝了对吧 对对 你刚才说它是有七十多米 八十米高 我现在看到就连八米都没有 因为大部分都沿在水下面 我们在它坝里 才能看到它的全貌 这边水库这边 是有七十米的水深的 坝的那边就可能 直接可以看到很深的一个坝 松涛大坝高八十点一米 长七百六十米 两端与山体相接 江奔腾的江水 截取在南渡江河谷里 船行到坝头 吴小华带我们登上松涛大坝 这是一个纯粹的土坝是吧 叫做尊质土坝 就是没有用其他的材料 全有的土 那它用土是怎么能 把它建造的这么高 这个要讲究它这个土的密实度 压得非常密实 当时使用的工具 也是最原始的工具了 这个直接用人工链压 这个十五公分一层 十五公分一层 一层一层的每层 十五公分 十五公分一层一层垒 那就是一米的话 要垒六七层 六层多 那是十米就是六十多层 这样是好几百层 才能完成这样八十米高的土坝 松涛大坝结南斗江而建 它是松涛水库的主要建筑 修建这座大坝共用了五万人 总共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最终建成 在枯去的这一天 我们欣赏了沿岸的美景 感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相信在人们努力下 这片绿色的南斗江河谷 将变得更加美丽 我名叫唐汉清 我是丹州 是中国的人 我从小崇拜苏东坡 我又喜欢 就去苏东坡的很多东西 他们都喜欢我 帮助他们写书法 帮他们画画 我就很乐意的 今后 要是大家信任我 我就很乐意的帮助他们 写写画画 设置组来到南斗江南岸 什么拳法可以手开椰子 大概其实他就是要 透过这一层纤维 把里面最坚硬的 那个椰壳给打碎 沉香狗又是什么味道 哦 真的一点点够 太土了 农民画师有什么感人故事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节目 江河万里行 南斗江南故事多 敬请期待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